Keep 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我喝的烂酒对你说声恭喜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Doodle 我是BB 耶 今天的一样我们都是开那个开箱试试 都傻比业都会跟我一起做着content 之后的话就不懂会不会请其他嘉宾 对 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哈哈哈哈 不要讲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试吃的话咧就可以留言在下面 对对对 然后我主要做的试吃东西比较特别的 可能很奇怪的食物还是难吃的食物 可能拍拍下没有难吃的东西 我可能也会去试这种好吃的东西 可是目前我的想法是我想要test的是 奇怪的食物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小包装的零食 对就是来自中国的 自己本身觉得蛮奇怪的啦 就是这样的零食 所以我就买了五个不同口味的来test看 第一个什么 香辣脆骨 第二个 妞妞天罗 魔鬼鱼仔 铁蛋 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一个 腥味海带 所以我们今天咧就是咧要来test看看 test了这五样过后 我们就要把它排成一个顺序 就是从 呃 最高味 就是最难吃 最不难吃 然后最不难吃 yeah 我们现在第一个test来就是这个香辣脆骨 我会拿这个这么 因为我觉得脆骨 是什么来的 是脆的骨头还是什么 所以 不然是打哈欠片 professional 打开 诶 有那个味道 没有 我竟然还有一点像那时候我们试试那个臭臭的肉眼 是香的 你有说过吗 香的 没有啊它这种包装通常都是这样的味道 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咬劲 好吃 我觉得是好吃的 只是我还不懂它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懂 为什么它叫脆骨啊 它很像是那个 筋来的 我们吃鸡肉的时候 它不是那 鸡腿那边上面有一个骨头 它有那种脆脆硬硬这样 对 那个叫筋来的 基本上第一样的 感觉是no bad的 还不错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样 new new天螺 其实我不懂天螺是什么来的 你懂诶 它是很像那个公公这样的 哦 是哦 就看它味道先 你给它们看先 哦鲁鲁鲁的感觉 你试试看 它是有点那种 吸汗的感觉 好像有点臭大味 你先还是我先 我先的 味道是 还ok啦 这个的话啦 就没有这样辣 它也没有到很地域的感觉啊 它的味道 就是 还是正常食物的味道来的 它看起来地狱 嗯 no bad no bad 食物的 零食 如果有一根 那个脆骨比的话 我觉得脆骨比较好吃 脆骨比较好吃 Next 这个第三样的应该是那种 酱鱼仔来的 它是魔鬼鱼仔 你是不是这样吃 这样它的味道才会肥到你 是香的 是香的 嗯 所以就看起来地狱 可是呢 其实 嗅起来都不会低于 然后刺起来也 不会低于 有这样大条 香鱼仔喔 就是包装式的香鱼仔 诶 有点咸 原本我还以为 会搞味搞味这样 下集我一定要选搞味搞味 因为呢原本是这样 你懂吗 原本这集啊 我想拍 我已经有做Google 我有做功课了 我要找 我要选 五样很难吃的糖果 我已经懂要买哪一个了 可是我去到这边的 那种外国零食店啊 还是中国零食店啊 都找不到 所以就可能要去淘宝找 然后就没有办法 然后就应急哦 硬硬要拍影片 所以就选 五个奇怪的 包装的小零食来test看 哇这个很辣 有点要呛到我 不过这个好吃 有没有这样恐怖 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认识这个食物 就是酱鱼仔 下一个 风味海带 这个他讲 他吃过他讲海带 味道很高味 这样 很臭耶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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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那种臭菜味耶 是那种 呃 菜的味道 然后臭菜这样 也可以不要这样装慢慢 没有 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可是还是 要test啦 肯定啦 professional 看它 讲到这样难吃 让我test一下 嗯 味道啊 味道是真的比前三个 难闻很多一些啊 就是比较靠近地狱感 不会搞味啊 我那时候吃很搞味哦 不过是 里面最搞味的 最不好吃的 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 铁蛋 耶嘿 他买的时候我还问他 铁蛋有什么奇怪 因为我觉得 就看它去搞味搞味 这样的时候我就买了 你没有吃过吗 没有 超好吃耶 皮蛋 皮蛋这样子的 不是它是铁蛋 铁蛋 铁蛋 它是一个台湾的产品 没有 我没有吃过 所以就是吃看看哦 可是这样子的感觉 不是很好吃耶 它这个包装 因为我每次吃到铁蛋 是那种透明包装 你不要等下 它整粒飞出来耶 你先吃 我不要 修一下先 一 好吃耶 黑黑的 它是很能 铁蛋的 它是巧克力的感觉 你先吃 你吃一整粒的 不是 我吃一半 我看那时候那个肉眼我已经怕了 没有这个好吃耶 因为它已经超好吃 它很像茶叶蛋的 很香耶 嗯 好吃 而且有点辣 结果耶 买了五个 没有一个是地狱的 都是好吃的 有海带 海带也没有到地狱啊 它还是有一点好吃 只是好吃到不明显哦 OK 所以我们已经四次完毕了 所以刚才依照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我们的排列是最高味到最不高味 就是每一个耶 都是好吃的 OK 除了海带是中等以外 OK 其他我都觉得是好吃的 铁蛋最好吃 最高味的当然就是海带哦 第二高味就是这个 然后就到 这个脆骨 然后就到 这个脆骨 然后就到 这个 所以我的顺序是这样 这个人呢 然后又copy我啊 他讲 我没有copy 他拍的时候 我就讲 诶 这么这个人呢 跟我一样 然后这样就算了 口味也好一样 需要跟你像哦 如果你们有吃过什么东西 很高味 然后想看我们去 try去吃的话 你们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点这个无聊影片 也出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 的话记得一定要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还有follow他的小 红 书 最重要的还是follow我的 IG Facebook 还有Tiktok 喜欢这个沙比的话 也可以follow他的IG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